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季圣满堂的 度眼龙show 我是你们百物诗 Izandra 我是你们的社会 Simon 那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是百物诗 Izandra吧 那你们应该在我Instagram 或者是你们有看度眼龙show 你们应该都懂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非常非常的特别 就是关系到我 百物诗 Izandra 跟我跳莲花三太子的鸡筒的关系 OK 这个应该是很多人会想要知道 因为我就是比较 没有去讲这一方面的东西 那其实我从巫师到这个鸡筒 其实两个方面 就是非常非常大的 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就是我的经验 那我们今天就 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也不讲前面修行 我们也不讲巫师怎么样过去 到怎样怎样 那有可能我们放一几 但是我们今天就注重于法教方面的 就是我们的法 就是法门 OK 那之前的话呢 我是有一个法门 就是我们的百物诗的 物诗西方的法门 那现在呢 我就是有缘的被神明选中 当成是莲花三太子的 这个神明代言人 这样子 然后呢 在这两个之间呢 就很多人在网上会做对比 为什么你是物诗 然后你又是鸡筒 这样子 所以他们很喜欢对比 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也不需要去对比 因为这个东西都是一个缘分 那我们有缘的话 我们会去分享 哎 怎么样从那边变成这一边的 这样子 但是呢 我们今天要讲一下 哎 巫师的法门 跟鸡筒的法门 有什么差别 OK 那以三分师父来说的话 请问三分师父 因为你有从我巫师的时候 你就有一直看着我修法 到我现在当鸡筒 那请问你看到我有什么变化吗 那你先讲 其实变化是有的是很大一下的啦 因为你修这个鸡筒的话啦 在这个法教跟你的物识 这个法教又是不一样的 对 其实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就讲比较简单的啦 对 我们讲几个点 就是在物识方面 对 因为你物识方面比较多 看到你的修行是在外面大自然 对 所以你在外面大自然 你就比较 比较freedom一点 就是比较自由一点 对 所以你的修行的方式 自由的灵魂 自由的灵魂 然后你的修行方式 你的跟这个宇宙的这个合一的方式 嗯 就比较偏西方这样 对 所以就不一样 就比较严肃 因为很多人讲我巫师的时候很凶 你讲像西方也不是 因为其实那些土著也不是这样的 对 很多就是跟大自然的修法都是这样 但是你在基同 嗯 嗯 你在庙啊 对 就比较严肃啦 然后你坐在你的神台前面 他们又讲我巫师比较严肃哦 其实我来看啊 嗯 可能你在法教这个庙里面比较严肃 哦 是哦 因为啊 你为什么 你在神明前面啊 对 在神台前面你打坐 就感觉看到你好像有一点压力这样子 哦 然后你修行打坐啊 就是 啊 就感觉好像 跟你在外面修你的巫师 跟在庙日完全不一样了 对应该是 因为其实观众很多人就讲 哇 这么凡是一样的 你做巫师法的时候 你的脸这样凶 你这样严肃的 这样子 然后 这么你跳鸡筒的时候啊 很像你帮 就是太子来的时候 你这样可爱可爱这样子的 所以很多人会很像有一个反差这样子的 但是其实啦 Simon 师傅你是看到 我真正在修法 就是不是给人家看到的时候 我在修法的时候 就是在巫师的时候会比较 就是很像比较 freedom 就是自由一点 自由的灵魂 但是 我在做这个 继统修行方面的时候比较严肃 对 这样子是整个盗法耶 对 为什么会整个盗法呢 OK 那为什么会整个盗法呢 因为你在这个法教啦 嗯 在庙里面 嗯 你修的时候呢 你就会感觉好像有很多这种神明啊 对 年轻的我们讲三太子啦 嗯 然后中等的可能是你讲 观神帝君啊 法主公 然后比较老一辈的 就是那种 道德千尊啊 三清啊 或者激光啊之类的 所以你有很多辈的这种神明在那边 在神来上看着你修 对 所以你会感觉可能 比较压力啊 你画符也好啊 念咒也好啊 修行就是 不可以太随便 对 感觉你有law的 就是有这个这个规矩 不是也是有规矩啊 不是有规矩 但是你比较 你的灵魂比较自由 对 没有 我觉得啊 什么时候会这样讲是为什么 因为 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 因为我们 对啊 我们在修这个法教的时候啊 就是跟三太子修行的时候啊 我们打坐的时候啊 他们会给我们看很多东西 然后跟他们很严肃 是神明严肃 你知道吗 对 因为啊 在这个物事里面 我们的神明啊 或者是我们的这些灵体都好啊 他们是比较想要你自己去跑 你自己去玩啊 然后你自己去看啊 你自己去找 然后宇宙会安排给你 但是如果是讲是三太子 或者是激公他们的法门的话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是要你中规中矩 跟着规矩的去修行 修法 然后跟你要很严肃的对待 而且他会去考验 他们很多考验 就是我在修制一个法门的时候 哇 很多考验 很多很多考验 然后他们就很像 这些考验啊 他就跟你讲一句 磨炼成刚 对不对 他就跟你讲磨炼成刚 所以其实我觉得 三太子修你在旁边 可能你看到我这样 应该是因为神明严肃 因为的话 我们巫师的话呢 因为我已经很久了嘛 在这个巫师 所以巫师的话 我们已经是 习惯了啊 或者是我们出去就是等于 因为我身为一个 虽然是我的脸看起来年轻啊 但是我在巫师里面蛮老了的 所以如果我身为一个老巫师 的话 我不可能 我再出去 然后我还要坐在 神的前面在那边 跟他怎样怎样嘛 对不对 或者是我要 去问他我要怎样怎样做嘛 因为我已经知道了 所以你可能会比较看到 我比较 自由啊 之类的 因为我们的巫师方面 他是 比较注重我们的灵魂的成长 这样子 但是呢 法教的话呢 现在如果是三太子的话 比较是 就是规矩 这样子 然后或者是法门 就是要画符啊 那些全部要跟着规矩啊 像那个符上面要怎样怎样啊 之类的 然后下法的时候要怎样怎样 所以他们会有一个比较多是一个 有一个框架的规矩 就是他要你在那一个范围里面 但是我们巫师的话 我们的法是我们可以自己去创造的 这样子 所以的话呢 每一个神明的话呢 为什么会这样压力呢 就是因为每一个神明 比如说今天我跟济公 或者是我跟官帝爷 或者是我跟三太子都好 三个三个不一样的做法 对 对 所以变成了我要很集中精神的去看 他们要教我什么东西 然后我才能够去传达出去 这样子 因为呢 为什么压力 因为如果我传这个东西出去的话 我传错 是我要被惩罚 对不对 所以我当然严肃啊 对不对 就比如说济公的法门 对 济公你去传这样子 然后你传错了 你先看到他的扇子先飞 对啊 扇子先翻你的脸先咯 对不对 所以我们作为这个神明代言人的话 我们也是有一些 就是你们不知道的压力 就是我们如果 比如说我们妙啊 我们要传法啊 或者什么东西都好 我们如果自己交错啊 我们会有就是被罚的 所以在这个法门啊 比如说你记头你连接三太子啦 对 然后你要去修他的法门 他会来跟你 你打坐的时候他会来跟你沟通 会 然后会跟你教你一些 他自己本人的这种文化 对 然后教你他自己的法门啊 然后他要怎样去帮三性啊 之类的 他会跟你沟通 对 那可能如果你修激功的话 他又不一样了 因为激功有他自己的 这个 自己的 自己的法 对 所以他每一个神明是每一个不同的法 这样子 所以的话就比如说OK 巫师方面啦 巫师方面他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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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像我之前有讲嘛 就是什么是巫师 然后就有很多很多 下面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法门 这样子不一样神明也是有不一样 这样子在道法里面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每一个神明他有不同的法 然后你要去修他的法 这样子 啊 所以变成啊 我会比较严肃一点 这样子 而且啊我们家的神明啊 跟我们家的太子啊 是很要求 就是要求我们要做很多东西的 就是对我们的要求比较高一点 这样子 所以变成啊 很像比如说很像那种超宝钉球啊 之类的东西啊 所以我们开始去修行的时候嘛 因为我们是庙主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就是神明就是给我们 这样子的东西去做 所以的话呢 我要拒绝啊 是不能拒绝咯 那我觉得啦 我们下一集啦 对 然后next time 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些超宝的 对 是什么原因啊 为什么神明会用钉球啊 对 或者做一些法会来 对 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对 而且我跟你们说啊 之前啊 当祭公跟我说 太子来要开始超宝了 因为时间到了 就是一直讲 叫我修行 然后修行 因为我们的这个 呃 道法方面啊 可能大家不懂 它有分level的 巫师也是有分level 但是道法的话很明显 所以你有level level level 这样子一个一个上 然后你的神明会开始做一些 就是比较重的任务这样子 所以他突然间啊 祭公跟我讲 你的太子要开始 办事要超宝了 我就可以不要吗 他讲 我讲什么意思超宝 他就讲拿东西钉 然后流血 这样子 然后我就很怕 我很怕 然后我就在那边跪在神态 我就一直哭 一直哭 然后呢太子就讲 你可以的你可以的你可以的 就是给我超就对了 你给我超就对了 就是因为 我讲为什么要超呢 他就讲 因为帮用你的身体 因为我是 因为我的身体 因为我们修行啊 养嘛 所以变成啊 我们养的身体啊 就是我们在修念经啊 什么的时候 我们打的血啊 就是可以帮到人 就是可能 比如说 比如说今天你是三星 然后呢今天你有一个很大的灾 然后太子帮你消灾 用我的身体打 用他的力量跟我的身体 二合一 人生合一 然后去跟你打掉 然后用我的血再流 这样子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直接大哭啊 下面师傅你记得吗 对 我就大哭 我讲这么要打丁球 我这么要打丁球 我是在那边大哭 但是太子来他也是大 然后啊 第一次打丁球啊 是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如果你们有看我 Instagram highlight 你们就懂 其实我们下一集 可以讲更多 对 对 反正的话呢 那个时候第一次超保的时候 就是在我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 我完全不知道今天请了他 他会超保 然后我下来的时候 然后他们讲 你背后会痛吗 太子超保 然后我就去那边 什么 什么我就在那边看 啊 那个时候就开始超保了 然后我就有点下动 嗯 这样今天这集呢 就是白巫师 Dizandra 对 这个鸡筒 这个两个大分别了 对 其实我性格方面有差吗 性格方面呢 其实是有 有啊 尤其是太子来的时候 没有没有 我是讲 我修这个就是白巫师 然后修这个鸡筒的时候 这个差别就是从以前到现在来说的话 有没有一个转换 不是太子来的时候 就是我自己的时候 就是我自己的时候 你自己啊 嗯 其实你修巫师的时候 跟修这个太子的方便的时候 嗯 个性不一样的 哦 是啊 其实个性来说啦 嗯 你在这个大自然的跟这个巫师方面的时候 嗯 你的脸可能就比较free 嗯 嗯 但是呢 你修太子的时候呢 你这脸就很严肃 有时候严肃到我都很怕 欸我以为是道反的叻 我一直以为我做巫师的时候很 很严肃 因为啊他们就是 他们观众很多看到我instagram 我做巫师的时候是很严肃的 是 是严肃 但是你在法教的更加严肃 耶 这样不是很恐怖 那你没吓到那你 对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这我不知道耶 这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应该是你们在旁边可以看到 下次我偷拍一下 不要啦 哈哈哈 OK 所以的话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然后其实这个话题啊 还有很多好分享 像我们只是讲一部分就是 从巫师啊 转为这个肌桶 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啦 里面呢 还没有真正的系录去讲 那我们有缘再做嘛 好不好 所以的话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影片呢 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还有在下面留言 你对这支影片的看法哦 还有你对肌桶还是巫师有什么看法 想法呢 在下面留言 还有你想要看什么内容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然后不要忘记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还有我们的这个IG啊 之类的 然后我们会有直播啊 之类跟大家互动 还有会有更多玄学智慧 所以不要忘记我们其他平台哦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影片的话呢 我们即是满行杜眼龙手 每天晚上7点准时发布影片 每天晚上7点 准时发布影片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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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